好下面我们看一下高块论文如何正确选题 那么选题呢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选题正确 而且选一个你能把握的 你经历过的你有想法的主题 如果选对了这个主题 这篇文章就成功了50% 乃至于说后面的什么主题结构开篇材料 都跟你的选题是直接相关的 所以我们在这次的这个课程里面 将会在选题这个环节里面 给大家花很大的精力 至于说后面的怎么去梳理 精叼细琢磨 这个都没关系 因为我们会根据同学们所报的班次 我们会有具体老师来进行指导 会告诉你怎么去哪些材料要补充 哪些材料呢给他删掉 比如说他没有代表性啊什么之类的 这个东西都没有太大问题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选题 那你有能力去写这篇文章 那你把这篇文章写出亮点来 一切的一切就是选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作为选题 首先有个整体原则 这个原则包括后面 因为我们会区分开来啊 我们区分了会计准则 区分了管理会计 区分了内控 但不管说你写什么东西 我们的原则是一样的 第一个 所有选题 一小不一大 我虽然在前面讲了 我们高级科技师相当于大学副教授 但是客观来说 如果说在写文章这个领域 要求大家达到副教授这个级别 是不现实的 不现实的 因为大学副教授是天天做研究 他也不用去做管理 他也不用天天跟着大boss 对吗 他只要做研究就可以了 所以那些真正在大学里的副教授啊 他的选题可以实在的大一些 但我们是实战派的呀 我们天天要帮大boss解决问题呀 对吧 所以我们的选题不能太大 你一定要小 听过了吗 要小 所以我说过了 比如说你的这个文章 整体范围有这么大 我个人建议 你就写这么小的一个问题就OK了 而且完完写这么小的一个问题 比较容易去发现问题 去解决问题 比较容易给别人一定的借鉴意义 举个例子 比如说曾经有个同学 跟我们报了这么一个课题 叫做管理会计在中国企业中的应用研究 客观来说 这个选题啊 比较贴合这种实战的要求 比较贴合最新的财政部会计师的要求 因为他的这个主题是管理会计 管理会计呢 是我们这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 对吧 是这个话题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选题就是太大了 为什么太大了 首先管理会计就很大 我们后面会大概用三到四个小时时间 专门跟你讲管理会计到底怎么回事 而且管理会计里面也是分高中低各个层次 它的工具就一亚十个工具 所以你这么大一个选题 你在管理会计这么大一个选题 你来写你别说我们作为高级会计师这个层次的这个同学来写 你就算是大学教授你来写这个东西都显得有点大了 所以这个选题来说能hold住的同学太少 所以这个选题你太大 很不好 另外一个在中国企业 中国有多少企业 几千万家企业 企业分不同的行业 分不同的规模 分不同的所有的形式 所以管理会计大 中国企业也大 你两个这么大的主题 你去做应援研究 你肯定研究不出什么大的成果来 你就只能犯法而谈 所以这种选题一般很难选出好文章 但我说了 管理会计本身没有问题 而且我们在这个晚校给大家做选题研究的时候 我们还比较鼓励大家去选管理会计 因为管理会计 首先第一个 大家有能力去研究 特别是我们这个处于领导岗位的同学有能力去研究 第二个 管理会计跟我们另外一个主题 就是那个业绩 怎么去写业绩也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我们会允许你去写管理会计 而且会鼓励你去写管理会计 所以这个管理会计的主题不能丢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给他做了进一步的这个修改 我们看一下怎么给这个同学做修改的 根据这个同学 他所在的企业 同时根据这个同学 他给我们描述的 还有跟我们交流的 他想写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后来就把这个标题修改为 管理会计当中的某某工具 看清楚了吗 某某工具 因为管理会计里面有十几个工具 我就研究其中一个工具 比如说战略地图 比如说我的这个思维 那个那个雷达图 对吧 比如说我的其他的一些这个工具 比如说SWOT分析 对吧 波特武力分析 对吧 这是其中的某个工具 你就研究这个工具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工具在不同的企业怎么用 对吧 比如说评分金风卡这个工具 他不同企业用的是不应验的 所以紧接着再给他做限制 在中型制造业企业 看清楚了吗 所以他这个范围是 逐步跟他压缩压缩压缩 对吧 只研究某某工具 而且只研究这个工具 在某某型这种制造业企业当中的研究 而且还加了一个副表题 以某某工事为例 这个某某工事 就是这位同学所在的公司 他是这样公司的产物领导 对吧 然后这个工具在他们公司还运了 用的过程里面发现了很多的问题 然后他们通过这种 整体的努力 这个问题逐一得到了一些解决 对吧 所以他想写这个东西 我说好 可以 对吧 但是你就写某某工具 在你们这家企业具体怎么去用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工具 你怎么进行了修改 对吧 因为管理会计 管理会计客观来说 是从国外引进了很多工具 比如说我跟你讲的什么SWOT分析 包括什么评分金方卡 对吧 包括跟你讲的什么雷达图 对吧 这些同学 有些同学熟悉 有些同学不熟悉 对吧 这些工具 都是基本上从国外引进的 中国的管理会计 客观来说非常薄弱 但是我们这几年又在题上 去做管理会计转型 对吧 是这样把国外的东西引进过来 怎么结合我们中国自己的企业去运用 怎么把它磨合 对吧 把它用好 对吧 那你这些研究 都是可以写出很 很亮丽的一个东西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以你们公司为例写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呢 我就把它修改为这个 果不起来 这个同学经过一教二教 后面这篇文章写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后来这个同学评审也是顺利通过 对吧 也是顺利通过 因为肯定清楚 因为你这篇文章是有亮点的 对吧 所以这种文章就比较容易把握 也比较容易写出你的亮点 写出你自己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独一无二的 别人是 别人是很难 就是他没有经历过这个东西的 这种同学是很难写出你这篇文章来的 对吧 然后你写完以后呢 别人一看 哎呀 眼前一亮 对吧 哎呀 我们单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但我们单位呢 就可能没有这么强的这种 这种团队力量 对吧 或者说有各种原因 我们家就没有达到你们家这个标准 对吧 哎呀 我看完以后哎呀 觉得你们家写的特别好 对吧 解决了我们家的问题 对吧 OK 所以紧接着第二个 你选好题以后 你的选题啊 一定要有现实指导意义 所以后面会讲 我们比较鼓励大家去解决 实战问题内的这种文章 而不是单纯理论性的文章 你要单纯理论性的文章呢 很难写出亮点 我刚才说过了 毕竟我们只是相当于大学副教授 但我们并不是大学的副教授 大学副教授干的是专门做理论研究 他也不干别的 对吗 他也不用去为企业创造效益 对吧 他只做理论研究就可以了 这是他的优势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我们的优势 我始终强调我们的优势是处于实战 对吧 我们实战的 你是比他强的 所以这个文章 一定要强调实战 一定要强调现实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新收入准则 如果你对新收入准则 只做理论研究 你肯定很难写出亮点 为什么 新收入准则 这些大学教授 每个人都在写 对吧 你还有他研究的头啊 你又没有研究国际准则 对吧 因为我们国家 这个新企业会准则 有个特点 它是从国际准则里面 引过来的 国际会准则发生变化了 我们中国的准则也变化 不管中国现在能不能用 它都会发生变化 对吧 那正好啊 腿们 你发生变化了 对吗 你为什么变呢 因为国际准则变了 那国际准则变了 它是国际的呀 对吗 国际的是以为主啊 谁为主啊 国际国际准则 以你中国为主 还是以这种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啊 那肯定是西方发达国家呀 对吗 尽管说中国的经济也发展了 但是中国现在这个经济拉得很 很残 听见了吗 你要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呢 可能这个能跟上 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步伐 你要二线三线四线呢 还有一些新线行业呢 对吗 那说句不好听的话呢 你们这些准则变化 可能对我们这些行业会有冲击呢 对吧 我怎么去用 对吧 你不是说你这个准则出来以后 大家都能用的善 对吧 咱说句实在话 这个快速准则 也把同学们拉了个三六九等 对吧 有的企业用的很好 有的企业用的一般 有的企业用的 干脆就不用了 对吧 我不管它出什么准则 反正我不管 对吧 我就用自己的 对吧 我的准则 我的收入准则很简单 看了发票就去了收入 不看发票不去了收入 对吧 这是我的准则 这是没办法的事 就用这种方法 对吧 所以你如果研究新收入准则 你绝对不要去从理论做研究 对吧 所以我们也给一个同学赶了个题目 对吧 怎么赶呀 你可以研究新收入准则 但是一定要研究 你们家是干什么的 正好这家企业 它是一种做互联网 B2C业务的 首先他们家这是互联网企业 第二个他们家做的是B2C 就三家对这些消费者的业务 对吧 那么这种业务里面 怎么去用好最新的收入准则 对吧 因为这个新收入准则怎么结合我的B2C业务 怎么结合我们互联网的B2C业务 对吧 我具体怎么去用它 然后出现了什么问题 对吧 我的难点在哪里 重点在哪里 对吧 这个东西 在国家统一公布的准则里面是没有的 国家的准则不可能具体到这么明细 对吧 所以我在这个大的新收入准则框件下 不违背这个会计准则 我谈一些我的一些看法 对吧 怎么确认 对吧 这个根据你的合同 对吧 你怎么去确认这个新收入准则 对吧 怎么去用这个新收入准则 怎么去确认我的收入 投诉我还要适当地考虑一下 别的一些影响 比如说 税法呀 票据呀 对吧 这个我可以结合下来写一下 对吧 那这种文章写出来 就属于是高块的论文 就不是大学副教授的论文 大学副教授的论文 往往是新收入准则的 什么理论基础 什么这个那个呀 对吧 就是就理论说理论 但是我们高块写出来的东西 可不是就理论说理论 我们高块写出来的东西 一定是结合具体业务 看见了吗 互联网企业 B2C业务 而且一定是你们的具体整文用 以及重点难点 对吧 这一定是你踏踏实实 遇到过的问题 当然也包括你的朋友 遇到的问题 因为不是你们家企业 搞B2C业务 因为我前面说过了 我们是有圈子的 对吗 你的圈子肯定是很细的 什么很细的 比如说陈老师 陈老师是做财务咨询的 我做财务咨询 我的圈子基本上是跟常务咨询相关的 或者是我的客户圈子 对吧 跟我不相关的 比如说专门做金融做贷款的 他那个圈子不会让陈老师进去 我进去了也不知道说什么 听没有了吗 所以你可以自己公司出现的业务 以及你的朋友出现业务 你写个互联盘企业 B2C怎么应用新收入准则 那这个亮点不就出来了吗 对吧 而且很有指导意义 如果我们家也是互联盘企业 我们家也正在做B2C 而且我们家很多业务 跟你们家相同或者相近 那我完全可以根据这个文章 再结合我们家的情况 我来具体的细化 对吧 这就是现实指导意义 这就是高块论文 OK 好 第三个 一定要根据同学们 目前的工作岗位 企业规模 选择你的主题 我说话很实际 尽管说我们都是晚校的学员 但是晚校的学员 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有的是金正塔塔尖 对吗 我们常务能源 是一个金正塔型的 有些同学是在塔尖 有的同学是在中间 有的同学是在基层 这个我说话很实际 你要搞清楚 你到底在哪个位置 你在哪个位置 写什么东西 首先从这基础说起 我们有些同学 目前处于是基层岗位 企业规模不大 然后你的职位也不高 也基本上是以核算性为主 当然客观的说 这些同学评高块 相对来说会吃点亏 吃点亏 虽然说我们这几年高块评审的时候 都有文件说要向基层倾斜 要向这种一线的产物人员倾斜 对吧 但是他为什么反过来你要分析一下 为什么他每年都要强调要倾斜了 就是这些同学 频道的这个比例太少 对吧 为什么比例太少了 因为这些同学过于朴实 过于朴实 我也只能用这些言语来形容了 很朴实 很基础 对吧 这些同学从论文成业绩 看到的亮点就不多 那么随于这个层次的同学 需要不断的改进 我尽管说会指导你们去 写论文 写业绩 但是还是希望你们发生 不断的发生一些变化 要不逐步的往上走 那么目前处于基层岗位的 那么这些同学一般来说 管理能力相对弱一些 但是专业能力比较强一些 我刚才说过了 写就写你擅长的 我虽然说这里会有金字塔塔间的东西 但这些东西普通人真是写不了 所以既然你们目前处于基层岗位 处于会计 主办会计这个岗位 或者主要负责的是核算工作 这些同学既然你负责核算工作 那你想想看 你主要研究什么呀 对你主要研究会计准则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主要以专业性主题为主 然后如果有适当的管理呢 你的管理会计为辅助 就以专业主题为主 管理会计为辅助 但是乱乱强调 即使是专业性主题 比如说会计准则的研究 一定要结合你们家公司的业务来写 对吧 比如说前面那个复联网B2C业务 对吧 或者说你们家是搞研发的 或者说你们是搞其他的 对吧 反正你各个行业 对吧 你要针对你的行业来写你的这种专业性主题 一定要写 区域总装在某某内心企业的研究 同时适当的加一点管理会计 好 第二个层次是中间层次 中间略偏扇的层次 这些同学开始呢 就慢慢有自己的很关心的东西了 而且越晚上走了越关心 这些同学一般来说是公司的常务经理 集团公司常务总监 国有企的总会计师 还有上市公司的SFO 对吧 越晚上走了 你发现没有越完事 其实陈老师的心呢 就越平静了 因为这些同学 不管是从论文角度 还是从业务角度 他们都比较符合高快评审要求 也就这么说吧 我们高快大比例啊 就最大的比例是在3.2这个层次 3.1这个层次 有应的比例 但是比例的相对少 最大的比例是在3.2这个层次 就是常务经理 常务总监 国企总管 上市公司 SFO 这个层次的同学相对多一些 当然基础杆位的也有 也有 但是比例没有这么高 那么这些同学 跟第一个层次的同学 定位就完全不同了 这些同学要突出你的管理能力 而且管理会计 是这几年常商部特别 这个努力在推的一项工作 所以这些同学写的高快论文 应该以管理会计为主 当然如果你也研究会计准则 比如说子公司常务经理 或者你是总管 你就喜欢研究会计准则 那么研究会计准则这种 专业性主题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会提出来以谁为主 以谁为辅助 对吗 OK 好 第三波是行政事业单位的常务能源 那么行政事业的同学 根据我们高快的评审要求 只有事业单位的可以参加高快评审 行政单位的不可以 OK 当然如果你说行政单位的临时工 那就算了 对吧 因为我们这里就是有公务员身份的不允许 OK 那么如果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常务能源 你们主要研究的东西 主要是企业会计准则 那么这个会计准则里面 具体来说 就是我们在19年2020年 新修订的政府会计准则 及先例的制度 还有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基本指引 因为事业单位也有一些成本 对吗 还有事业单位常务规则 那么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很好的研究 那老师我们事业单位有没有管理会计 也有 但是不多 因为我们管理会计目前主要是针对企业 但事业单位实在那里有 事业单位主要是 因为事业单位主要分为三拨 第一拨是全额国家拨款的 就基本上是参照顾约来管理 全额国家拨给你 对吗 第二拨是参俄拨款的 就是国家给你解决一部分经费 然后你自己就解决一部分经费 那么这些同学就开始有经营活动了 对吧 那么第三拨事业单位是全额 就是自收自知的 那这些企业 这些事业单位基本上跟企业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那种 差额管理的自收自知的同学 反而比较容易写出一些好文章 而那些全额国家拨款 比较安逸 对吧 比较安逸 那这种就写出的文章就不太 亮点就相对会少一些 好 第四拨 第四拨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原先归属于我们产物部 但后来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 以及内控的要求 把它独立出来了 这主要是做内控内省的同学 内控内省 包括我们常委以前有个改变 叫做继合 对吧 还有在跨期市事务所 或者寿司事务所工作的中介机构的同学 那么这些同学 他研究的东西 可能跟我们前面这三拨同学研究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或者他的工作内容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些同学可以做 首先第一个是内控建设 一里负责的就是内控嘛 对吧 事务所也会指导企业去做内控 所以内控建设这一块 我觉得可以显出亮点来 第二个 我们的内部审计的具体实际 内控内省 在中国整体构建的时间不是太长 他的时间仅仅比管理会计的时间稍微早一点点 对吧 我们首先推出来的是会计准则 全面更新 然后推出来的是内控 然后仅推出来是管理会计 对吧 所以内控的时间比管理会计要早一点点 但是时间也不惨 所以他具体的时间 那样有很多的控盘 很多的中控的东西 值得我们去研究 而且这种研究 你单纯来到这种大学老师去研究 还不一样 因为我也是 因为我跟985的高校认识的老师比较多 他们做内控内守的理论体系比较好 但是实战的时候就能显出他的短板 而我们的财务领导 内控的领导 在写这个内省实践的时候 很有心得 很有心得 包括我们以前一起吃饭 对吧 然后985的那些有些老师 傅教授对吗 在一起 然后这个是某某集团公司领导的财务领导 目前封管内控工作 对吗 聊一下 你能发现 里面很多东西 实际上的东西都是这个理论体系里面 还不够完善的 就他们自己建立的一些内控政策 对吗 你谢谢这个 还有内控的规范化管理 对吗 你做一下这个研究 当然你也可以做会计总统研究 为什么 因为大家也知道 就内控内省 进私务所工作的 一般来说 都是专业能力比较强的同学 才有可能进到这些岗位 你要是普通的财务人员 原则上来说是不应该直接调到内省部门去工作 对吗 内省内控或者说 继合都是有一定的 财务工作经历的基础上 再把你调到内省部门去 所以他相对来说会高一些 对吗 所以你做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做一些快线总统研究也是可以的 但这个研究还是强调 结合你们公司的业务来做研究 千万不要做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适合那些研究所高校 但不太适合我们高级会计师 听明白了吗 除非你真的理论研究很强 对吧 如果你真的理论研究很强 你写写快级总统理论研究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就是实战型的人才 你还是写一下 快级总统在实战中的应用研究 就实战里面怎么去用 你写这个 好 接下来我们具体记录到 快级总统的选题 那么快级总统的选题呢 这个选题客观来说啊 我们看一下它的基本特点 快级总统的选题 比较偏向于理论型 我们只能说实战者偏理论型 对吗 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 写这种快级总统的时候 不要紫列条条框框 因为如果你紫列条条框框 对吗 根据总则一条条做解释 那这个东西你写不出亮点来 我暂时强调 你要写这个东西 你要写条条框框 写这个东西 你肯定比较大学老师 这点是肯定的 但是如果你能结合实战来写呢 结合你的实战工作来写呢 那可能大学老师写不过你 因为你是在实战第一线 身为始终强调 这个选题也好 组织残量也好 我们高级观点是一定是从实战角度 就实战工作角度 听见了吗 你要不从实战角度来写 你写不出亮点 但凡你从实战角度 从你的实战工作角度来写这个东西 你可以赖我眼前一亮 你不仅赖我眼前一亮 你赖这个高块评审委员会的老师 也是眼前一亮 因为我们高块评审委员会里面 也是有一大一大部分老师 他是高校老师 他高校老师没有看过这种东西 对吧 还能从这样做研究 对吧 而且研究到他是 对吧 这个框架体系 对吧 证据 观点 对吧 还非常吻合 对吧 挺好 这种文章从来没看过 对吧 其实这种文章比较 比较能够 有亮点 对吧 OK 同时 会计准则的选题 一般比较适合 专业能力比较强的同学 我们前面提到了 就那种喜欢做准则研究的同学 包括目前正在考助识会议师的同学 因为考助识会议师 肯定有个课程叫做会计 这个会计里面 就是最新的会计准则 对吧 这个东西你研究也得研究 不研究也得研究 否则你就不要考助快 所以考助快的同学 肯定要学习最新的会计准则 然后你通过学助快的会计 然后把里面的一些 最新的东西结合工作来写 没问题 对吧 也适合目前正在考识识的同学 因为有些同学是高快识识同步准备 那么识识里面有个课程 叫做财务会计 也是要研究最新的会计准则 对吧 那既然考试要研究这个东西 实在要研究这个东西 要发表论文 那行吗 干脆一起来研究吧 对吧 还有包括那些正在读 暂时研究生的同学 特别是在那种什么985高校 还有什么财经类大学 对吧 比如说中南财经战法大 中央财大 那么这些大学有比较强的师资力量 也就是你的导师 给你们散课的老师 他很可能就是残政部 快就整座委员会的老师 或者曾经是这个里面的老师 对吧 或者说你们的导师 跟这个说整座委员会的老师 很熟悉 可能是师兄师弟的关系 对吗 或者说是上下级的这种师承关系 对吗 反正圈子就这么大 对吗 那么在这个里面 读暂时研究同学 写这种专业快去准则的东西 比较容易写出亮点 因为它有优势 对吧 你要记住 你选题 你的优势在哪里 听到了吗 你的优势在于 你现在正在做这个理论研究 乃至于包括你未来 研究生毕业起的论文 可能都是 为老快去准则 结合实战工作 写别论文 就是说高快的字数四千字 而你的研究生 需要一万两千字 一万五千字而已 当然也包括那些 就是喜欢研究快去准则的 我呢 因为是后来是偏向于领导岗位 和这种 就是整体的协调岗位 我其实一开始也很研究 很喜欢研究快去准则 因为我是正规的这种 才经类大学毕业的 我一开始很喜欢研究快去准则 我曾经以为我这一辈子 就是以快去准则为主 对吧 甚至来说 我都当时都想过去大学里面当老师 对吧 但后来发现 哎呀不行 我还是喜欢单官 还是喜欢做常务经理 常务总监 所以后来我就慢慢的 这个快去准则研究 就相对少一些了 然后呢 比较喜欢研究实战型的 比较喜欢研究这种什么管理快去 对吧 但是说实话呢 你要拉我返回去研究快去准则 也可以 因为什么 因为我当时的确很喜欢研究快去准则 听闻了吗 很喜欢 只是我刚才所说的 我喜欢单官 对吧 我喜欢单这个老总 对吧 我喜欢的人叫我成总 对吧 所以那些喜欢研究快去准则的同学 你要写这个快去准则 可以 但是一定要是喜欢 听闻了吗 因为你喜欢他 你才能写出东西来 你要不喜欢他 你要你写出东西来 是很难的 听闻了吗 而前面的什么住宽 税务师 暂时研究生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反正你要搞这个东西 就必须研究快去准则 这些同学比较喜欢 比较适合去写快去准则 如果这几个都靠不上的同学 你还是看看后面的管理会计 或者内控 看看有没有亮点 另外一个呢 根据同学们所在单位的性质 这个会计准则也是分得很细的 如果你在企业工作 那好疑问 你研究的是企业快去准则 别的 什么行政事业单位的呀 民营非礼组织呢 你就别去研究了 为什么 老师为什么这些我不能研究啊 你又没干过 对吧 你没干过这个东西 你怎么去研究啊 对不对 你看现在我做咨询 我做咨询 有的行业我没有研究过 我会直接告诉他 哎呀很抱歉 你这个行业没有研究过 我对这个行业不太熟 所以这个项目我不能接 对吧 因为你要对人家负责 你没有研究过这个东西 你写他干嘛 对吗 对 所以在企业工作同学 主要研究企业快去准则 别的呢 按照常老师的意见来说 就不要瞎折腾了 类似的 你是事业单位工作同学 那好疑问 你应该研究 政府快去准则 或者行政事业单位 快去准则 OK 好 老师我既不在企业 我又不在事业单位 我在一个什么 这种什么社团啊 什么基金会啊 这叫什么 这叫民间非盈利组织 那么这种非盈利组织 是出于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 之间的一个状态 那么他们专门有个 民间非盈利组织的 快去制度 那这个东西 跟你的实战工作有关系 所以你就去研究 民间非盈利组织 快去制度 所以我紧 紧接着我就要说的是 朋友们 一定要结合你在干什么 你在什么山头 你就要喝什么 明白了吗 你在企业 就专门研究企业 你要是在事业单位 就专门研究事业单位 你要在民间非盈利组织 就专门研究民间非盈利组织 老师我非得研究别的呢 非得研究别的 第一个 怕你写不出好文章 第二个 我再从评审角度来跟你讲一下 这篇章一看 这个同学 明明是在企业工作 他干嘛去研究政府 快去准整 他也没在这里面工作过 对吗 那他不是下研究吗 对吗 所以老师他一会心里面 也会觉得你这个研究 是不是骗了 除非你这篇章很有亮点 对吧 很有亮点 你如果很有亮点 他还是很有亮点 对吗 但老师也会加一句 可惜了 他其实不应该在企业工作 他应该到事业单位工作 比较合适 可惜了 对吗 他对这个事业单位研究这么痛 对吗 但是在企业工作 滥费能产了 但是如果你在企业工作 研究的是企业宽准则 那你就说 这个挺好 对吗 要是从实战里面来的 而且研究完以后 也可以用到自己单位上去 这个研究挺好 对吗 就是你的研究 你的应用性的研究 一定要从你的实战中来 然后要返回到你的实战里面去 千万不要说是别的东西 结果你就研究别人了 研究完了以后 你自己还用不散 对吗 你这种研究的意义就不大 OK 好 接下来我们具体看一下 首先是新企业会计准则的研究 而这个研究的同学比较多 因为我们大多同学在企业工作 对吗 那么新企业会计准则 从官家体系来说 第一个有基本准则 基本准则相当于是个母准则 后面制定的具体准则 是要围绕着基本准则的 基本要求来进行制定 对吗 那么基本准则的研究 一般来说理论性稍微强一些 理论性强一些 因为它只是一个框架 告诉后面的准则 你们要采取什么原则 来制定你们的准则 它不是太具体 对吗 所以研究基本准则的同学 相对比较少一些 我只会说少 不敢说你不能研究 你还是那句话 你自己评估自己 你要觉得你能hold得住 就这个话题 你能写出两点来 你就做研究 听到了吗 我还是那句话 写论文 选主题 这叫自由恋爱 听到了吗 我虽然说我会提出一些观点来 对吧 但如果说你就是觉得 老时候就是喜欢写那个东西 我认为就能写好 可以 没问题 听到了吗 但是我们可能会提些建议 对吧 你写这个可能 你们会家庭更加幸福一点 对吗 就像以前 包办婚姻 对吗 有的人批判包办婚姻 有的那也是鼓励 对吗 门单附队 门单附队还是有点道理 对吗 其实我们这次给你们选题 也是希望你们门单附队 对吧 你门单附队一点 你就比较有亮点 对吗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只提供建议 我们不强制 如果真的喜欢研究快据 基本准则 可以 但我只是说 可能对于大部分 处于 残睡 实在一线的同学 如果单纯研究 基本准则 可能这个亮点会少一点 如此而已 那么同学们的亮点 主要体现哪里呢 主要是体现具体的准则 我们一开始公布的时候 是38项 画了陆陆续续 做了一些修改 然后又增加了 对吧 现在是四多项 那么这个四多项 老师具体怎么研究啊 还是那句话 听门 你目前的工作 跟哪个准则有关系 你目前你们的行业 有哪些问题 跟这个准则有关系 你做研究 听完了吗 这是基本原则 当然另外一个呢 那些比较新的 刚刚修订好的准则 可能在同等条件下 你可以有个优先权 就是说 我这个也可以研究 那个也可以研究 但这个话题呢 已经N多年没有更新了 大家也不关心它了 而这个话题呢 刚刚更新 大家都好关注 陈老师你选哪个 那以陈老师的性格 我肯定选这个 刚刚更新的 为什么 大家都在关注啊 对吧 你那个不关注 你写的再好了 哎呦 跟我也没关系 对吗 所以如果我来选 肯定会选这个最新的 你发现没有啊 我们这个 不管说是考试也好 还是说这个 评算也好 这个还真是 有点喜新厌旧 你发现没有 这个是个 过滤性能群 新的东西呢 就有很大的优势 真的 就像什么 就看你的颜值一样 你发现没有啊 颜值 对吗 哎呀 这个颜值很高啊 对吗 都瞅他脸 对吗 为什么 因为你写的文章是最最最新修订的一些准则 其实我可以跟你说句心里话 但凡出台的新的准则 有他好的地方 一定有他不好的地方 我这句话可以断死去啊 任何一个准则 都不是说全是好的 任何一个准则 在实物运用里面 一定会遇到问题 啊 他的准则里面 有些问题能解决 有的问题解决不了 包括最新的 所以 这些你 你去研究最新的这些准则 发现怎么去用 重点是什么 难点是什么 哪些又被人家偷连换住了 那这个东西就很有亮点了 听见了吗 很有亮点了 所以这笔文章拿出来 就是个 就是什么 就是个炸弹 轰轰轰轰 一翻下去 对吧 立马就炸开锅了 对吧 这个是很残见的呀 因为什么 因为人家实在里面 就在用 一个收入整整 对吧 对 什么意思 为什么炸锅了 就是有的东西 都还没有交给客户 还目前处于订单状态 他就确认收入了 而且他完全按照 收入整整一条条 我们家满足什么条件 对吧 我们家签了不可撤下的合同 所以我现在可以确认收入 而且助手会是给他 发表了五保留意见 那你说这个东西 对吧 但是人家也说了 我完全符合 新公布的收入整整 对吧 完全符合这个条款 对吧 你这些研究是很好的研究 听闻了吗 对 那么你这些研究 特别是拿到一些实物压力 结合这个会计准则来进行研究 这篇文章是非常亮丽的 实际我们在同等条件下 会建议大家按照新的修订好的准则 优先选择这个主题 因为这个比较容易引起 对吧 大家的关注 比较容易引起评宿老师的一个关注 评宿老师一看 这个挺有道理 对吧 我们当时订这个准则的时候 修订这个准则的时候 对吧 没有考虑过一些具体情况 对吧 就造成了这种情况 造成了同样一笔业务 在这家企业 就这么处理的 在那家企业就这么处理的 完全这个信息没有可比性了 对吧 这就是他的问题 我们说过了吗 写文章一定要去发现里面有什么问题 然后最好能够提出解决的方案来 所谓解决的方案来 就是说你们原先订这个准则的时候 没有考虑清楚 你们可能没有考虑到实战里面的一些具体业务 对吧 结果就被人家偷梁换重 被人家滥用了这个快乐准则 对吧 你要去研究这些准则 还是很有可研究的主题 对吧 而且你是结合实际业务来研究的 那么 根据我们这几年统计的一个不完全数据呢 哪些准则是比较新的呢 也就是这几年更新的啊 据起来说有第七号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这个做了兄弟 第十二号债务重组 第十四号收入准则 对吗 而且收入准则是大家很关心的 为什么 因为收入准则会直接影响到这个 单期损益的确论 对吗 包括利润啊 这些可比性的数据 对吗 还有第十六号政府补助 对吗 原先是总额法 现在是有个净额法 对吗 还有株立 对吧 株立这个东西 原先有些业务可以表外核算 现在全部要表内核算 对吧 那这些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呀 对吧 但是你要说全部是表内核算 他有例外情况 对吗 那有的单位 他利用了一些例外情况 他是怎么操作的 对吧 那中间又有哪些东西有漏洞 对吧 你完全可以做个研究 对吧 好 然后第二十二号 金融工具 二十三号 金融资产 二十四号 套器宝质 三十七号 金融工具猎豹 还有第四十二号 新增加的 叫持有单顺的非流动资产 数字组 以及终止经营 对吧 我还是那句话 同学们 我跟你说句 陆底的话 因为我一开始 就是在 还年轻的时候 就大学干毕业的时候 我是很喜欢研究会计准则的 什么叫准则 就定个规矩 对吧 规矩这个东西 定好了 大家都这么执行了 这个规矩能起到好好的作用 但这个规矩没定好 到处是漏洞 对吧 不是有句话叫做完养补牢吗 对吧 你这里又是漏洞 那里是漏洞 你这个准则就被人家利用 我们不是现在有个研究 叫做盈余管理 对吧 盈余管理 就是利用会计准则的漏洞 来能为调节利润 叫盈余管理 就专门有人去研究这个盈余管理 对吧 就是研究你会计准则的漏洞 当然它是从攻击的角度 就是说利用好这个漏洞 去调节这个 跨境人 对吧 心理要从这些角度去做研究 当然你是站在残酬部这一边 听见了吗 你不是故意要去用这一边 你就是要把这些漏洞全部堵上 对吗 你要定好这个规则来 听见了吗 定好这些规则来 所以如果你从这些角度去写会计准则的研究 我觉得是非常符合高快的一个定位 而且可以写出跟那些高校老师不一样的一些文章来 而且很有链点 而且对于我们完善会计准则 包括我们出台一些什么会计准则解释 对吧 还有具体的应用 操作指南等等等等 都能起到好好的作用 都能起到好好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写这些专题是很有意义的 很有意义的 可以以上是公司为例 也可以以自己公司发生的业务为例 包括我们整个残务部 比我们残务部比较大 有十几个人都在研究这个问题 结果我们分成了两派 甚至分成了三派 一派论为应该这么做 另外一派论为应该这么做 还有一派论为既不应该这么做 又不应该那么做 而且每一派都很有道理 对吗 这关键大家都很有道理 而且大家都能从现有的快捷组织里面 找到直接的依据 那就依据之间发生了冲突 对吧 或者是一个规则本身定的是有问题 那如果能说能写出这个东西来 那你这篇快捷组织的论文 非常有亮点 非常有亮点 而且这些论文写的很多 写的很多 而且每年 每年这个 一月到四月之间 这种文章啊 是天天都报的非常亮点 还有包括新的准则 在征求意见的时候 在正式公布的时候 这种文章就特别多 对吗 特别多 就是跟上我这个角度 对吗 那个规则什么地方好 什么地方不好 什么地方有漏洞 什么地方会被人家利用 对吗 写这个东西 OK 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写 而不是单纯的理论研究 你也不用研究 这个准则 国际准则是怎么回事 然后中部准则是怎么回事 对吗 那个是理论研究 那些研究 实际上是交给 大学老师的研究就可以了 对吗 你只要研究好 这个准则制定完以后 对中国的企业 具体的业务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而且不同的 对他有不同的观点 所以同一笔业务 有不同的业务处理 而且他得出来的 最终的产物数据 还不一样 或影响到 这个报表使用者的 这种决策 你起这个角度 就OK了 对吗 好 另外一个 我们上述有些准则 再次强调一下 你要有工作经验同学 才可以介入 没有工作经验 就不要介入 我这个能说话很实际 你没有这个经验 你看知道 你没有经历过这个东西 对吧 具体来说 我们具体准则里面的 第10 第11 15 20 22到27 37 40到41 这些业务 原则上来说 必须要有工作经验同学 才有可能写好 上述准则 如果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同学 个人建议 就不要切进去了 比如说我们上面提到的 对吧 这几个准则 金融工具的区论和技联 金融资产的转移 掏息保值 你要是陈老师跟你说理论 我完全可以跟你说 因为理论的东西我很熟 对吗 但是如果你问陈老师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 很抱歉 我跟你说实话 我没有经历过这个东西 为什么 我又没有在证券公司工作过 我又没有在银行工作过 对吗 你就算在证券公司银行工作 你不再具体操作这个东西的 你也不知道 你以为这个金融公司 这个银行每一个会计 都懂这些东西 我有一个朋友 在这种金融企业工作 对吗 他底下100多个会计 真正懂这个的 也就是说五六个 对吧 剩下90多个都是浮头蛋 根本不懂 哪懂啊 对吧 包括我那个朋友 对吗 我那个朋友 我问了一些 就是比较那个的 他又告诉我 陈老师 我现在旅行的是管理自责 你要真正问我 这个怎么去去论 怎么去计量这个东西 我都没有做研究 反正我手底下有几个 特别厉害的 甚至其中有一个 还是什么会计 旅居人才 对吗 因为这种大的金融企业 它是比较多的名额 去培养专业人才 对吗 这个人才也很优秀 对吗 人民大学的 会计硕士博士 还有这个海外的工作金链 对吗 他就专门控制这个 对吗 陈老师 我跟你说实话 我都没有深入研究 尽管说我们公司 有这些业务 我没有深入研究 因为我是常务领导 我是一把手 我主要负责 组织管理协调 我不是具体负责 作战的 对吗 我说 我明白 领导 这个本来这个问题 我就不应该问 对吗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 有具体的工作金链去写 你没有具体工作金链 你写出来的东西 那就是我前面说的 旧理论说理论 条条广化 一点点点都没有 对吗 对 这个这个这个 看到这个东西 没法看 对吗 人家老师一看这个东西 一愣 对吗 为什么 你旧理论说理论 你说得过这些大学老师吗 你说不过 而且最关键你分析 他这么浅薄 对吗 没有一点实际的案例 即使你用实际的案例 都是人家 双白了都是人家 别的老师写的 对吧 就是你抄我来 我抄你的一些案例 对吧 这些案例有用吗 没有用 所以这些具体准则 我们的建议 你经历过 你这样写 你要没有经历过 单纯理论研究 我个人的看法就算了吧 因为这些东西 写不是什么亮点的 而且最担心 你好不容易抄了一个这个案例 结果这个案例 就是这个评审老师 就是评审委的老师 写的案例 他那里学术不端了 对吧 为什么 这个案例都是我亲自编的 编了我三天 对吧 熬了我三天才编出来的 这个 这小子说他编出来的 对吗 这不凭欠我的成果吗 对吗 就害怕这种 因为我们评审委的老师 比较多都是大学老师 对吧 所以你单纯理论研究 很有可能会赚钱 你知道吗 就是你这个案例 跟人家的设计案例一样 老师 我改几个数据 你改数据有用 你改数据没有用 你是主要是案例的构思 对吧 这是值钱的地方 你的构思跟人家一模一样 你只换了两个数据 把一换成二 把二换成三 你这个东西 也是剽窃 对吗 你这是学术不断 所以很容易赚枪口扇 听闻了吗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建议 单纯理论性的不要 理论加实战性的可以 对吧 好 以上会计准则的原文 大家可以通过 财政部会计司 网站直接下载 这个资料是免费的 中国知网万番 那是收费的 财政部会计司 会计准则解释 这些资料是免费的 好 OK